委託老師 祝賈 作詞曲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邀請到 有很多是醫療醫界的同仁 包括了醫師、护理師、腰劑師、復健師 他們組成在一起的團體 就是要為台灣的醫療在國際發聲 接下來我們要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台中一屆聯盟的代表 高家軍高醫師 大家用上天天的獎勢來歡迎高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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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灣上方的主持人同屆的介紹 我是高家軍高醫師 在台中 有哪有跟我當地來 來台中來台北 由我們台東市議界的民地事長 蘇勳畢蘇理事長帶領的 台中市議界聯盟的理工廠 當地來跟這個台中 在這裡 給大家問候 募集台 給大家互相打氣 我們所代表的 白色的力量 白色的力量 在場 當然有醫師 有台海的教授 也有醫檢師 也有書 很多這些白色力量 我們所代表的 跟柯P 的兩岸一家親 床頭草 床尾和的 市長官都的兩岸一家親 是不一樣的 我們所要拚的 是 我們台灣人的尊嚴 台灣人出湯天 國家地位 白色的力量 大家說得對嗎 台下 台下也有很多人 跟我一樣 等級 發時間 請的是無薪假 開五天十天 我們 飛腳黑黑酒 去水塑 去之內化 去那裡遊行 去那裡發傳單 大家願望的是 我們台灣 有中央 加進 這個世界的 衛生組織 其實 中央以來 大家拚十幾年 甚至有人拚到二十年 其實 我們本來就已經要成功了 但是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這個國 大家的尊嚴 整個國家的尊嚴 算是一次 我們一個錯誤 不是我們 我們可能沒有選一個錯誤 但是 有的台灣人選一個錯誤 選出馬英雄總統 跟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尊嚴 作為自己的合作 第一 總算中央有多久 就同意 我們台灣 身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這種地位 來搞一個人家 成為觀察員 其實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進行 我相信 中國已經承受太大的壓力 已經快承受不了 全世界各個國家 對它施加的壓力 因為 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福祉 是不可能給中國 中國大支大意 幫我們記載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但是 沒辦法 我們已經去讓我們不料起來了 但是 我們不能不記得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選領 我們就是打掌手掌電腦用 我們再一次 更好力 也還要奮鬥 可能還要多五年 十年 甚至幾三年 但是 我們絕對 要以我們國家的尊嚴 國家的管道 以我們台灣的名稱 來重新加入 聯合國 重新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 大家說好嗎 好 在這個時候 當然 我有在這裡 感謝 我們 大家出色 出錢出力 來去贊助 來去幫忙 這次 我們今年 還要再做一個團 來參加這個活動 經過 有一個 中學 有一個團員 人家說我來完結 完結 完結是怎樣 他沒有跟他人 去隨便去三次 根本就沒有去隨便去 出錢 整天就是弟弟 之類的活動 旁邊在發傳單 大家就知道 這個活動是多辛苦 大家付出一些 多辛苦 但是不管如何 為了台灣的戰鬥 大家又繼續拚 大家說好嗎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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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